大家好,我是星王,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我每次介绍完之后呢,都会吃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有的时候呢,就会自己做一个窝窝头吃 那今天介绍一下它的简单做法 首先呢,准备的食材呢 有200克的玉米面 还有100克的黄豆面 然后有100克的普通面粉 两个鸡蛋,还有一勺的酵母 那首先呢,我要准备开水,稍微烫一下面 好,这个是呢,200克的玉米面 然后呢,用200毫升的这个热水呢,烫一下 进行均匀地搅拌 搅拌之后呢,我们现在打入两个鸡蛋 把这个鸡蛋呢,也均匀地搅拌到这个玉米面当中 因为刚才是拿热水烫的 所以呢,就是说,加了这两个鸡蛋之后呢 它的温度呢,就稍微降下来了 那大概隔个一分钟左右 它保留余温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一勺的这个酵母加进来 现在呢,加入100克的这个黄豆粉 把这个黄豆粉加进来 好,进行均匀地搅拌 好,现在最后呢,加入这个100克的普通面粉 这个普通面粉加进来的原理呢 就是说它比比较容易那个发起来 顶上就比较饱满一些 好,我们现在拿手把它揉好 这个都搅拌好之后呢 最后呢,我们加入一点室温的这个牛奶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手来和面了 把它和成那种成型状态 去把它进行放在这个温暖处 盖上保鲜膜,醒发一个小时 当它的面积,当它那个发到现在面积的两倍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步了 这个是揉好的面 现在呢,把它盖上保鲜膜,醒发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等它到现在的这个面积大概两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步了 面呢,已经发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揉一下 然后分成均匀的这种大小一致的小剂子 然后做成这种窝头形状 好,把这个面呢,稍微揉一下 揉一下之后呢,把它分成这种均匀的这种 小形状,然后把它揉成剂子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把它揉成长条之后呢 分成均匀的小剂子 揉完小剂子之后呢,把它揉成那种窝窝头的形状就可以了 好,这个呢,是我做的第一个窝头 这个中间呢,扣一个洞 这样呢,是一个锥形的形状 好,把第一个放在这儿 那第二个呢,是同样的原理 把它揉搓好 也是中间呢 中间把它揉搓好 也是弄成一个塔的形状 锥形,中间是空的 然后把它放在这儿 把这些所有的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二次醒发 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冷锅当中 把水打开 等到热水沸腾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锅中煮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这个也是这样子 你中间呢,一个手指头呢,这样往里抠 然后呢,你让它保持这个整个形状呢,为锥形 就是那个塔的形状 这样是一个尖的形状 中间是为空的这样的形状 现在呢,已经醒发好了 然后呢,进下方培的纸 把它呢,放在这个上面 在冷水锅当中 然后我们开始把它夹热 十五分钟就可以装熟了 就可以开盖